哈喽,大家好,今天讲一下怎样把小米盒子回复到出产设置 在关于里面有这个功能,但是有时候它会失败或者是清除不干净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进入Recovery来进行回复出产设置 进入Recovery的话就是在小控器上按住返回盒确认两个键 同时按住,这个是要在打开小米盒子电源的一瞬间按住 就是打开电源之后再按住 网上有一些说明说是需要把蓝牙的匹配取消掉 然后在电源启动之前按住 但根据我的经验来说是不需要把蓝牙的匹配去掉 而且是在开机之后按住这两个键就可以了 我这边用一个带开关的插座,操作起来更方便 好,我们现在就进入了它的Recovery模式 然后我们选择最后一个还原出产系统 然后点进去它问你要不要确认 你确定,然后就会开始还原了 还原以后你会回到这个系统的界面 这个还原的界面,这个时候你点重新启动 然后就给你一个全新的系统 我的盒子买得比较晚 所以里面还原以后就是最新的系统 1.5.33 那有的朋友买得比较早 它还原以后的系统可能是1.4点几 还原以后还要升级到最新的版本 像我这个就不需要再升级了 它已经是最新的版本了 那这边会安装更新 可能其他朋友可能没有这个安装更新的界面 但我这边花了两分钟左右 然后现在我们进来这个开机 第一次开机的状态 然后就需要重新配对你的遥控器 那就点那个中间的确定键 然后匹配 我这边其实隔了一米多 照样匹配成功了 然后这就是例行公式 你把这些过掉 然后输入WiFi的密码 那这边有一个注意事项就是要把键盘拔掉 如果有键盘的话 不然的话就没法输入 没法确定 那这个手机号就先跳过了 那好那我们就回到了这个机器真正买来的最初的状态 这种方法不管是你之前root 还是有刷过Google框架 甚至说有刷过原生Android TV的linkback界面和gapps 都会通通的从系统里面清掉回到当初最原始的状态 所以如果你之前有一些操作把你的系统弄坏了 启动不了了 或者是总是一些奇奇怪怪问题 你就可以用这个方法去恢复系统 那好今天就到这里了 也比较简单 别忘了点赞和订阅哦 拜拜